我那个小时候住校那四五丸老师 每次看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翘儿了腿在那弄 你就对那个产生了兴趣 然后我就天天 就是犯错就去前面 去盯着他在那 哈哈哈哈哈哈 小时候喝奶不喝 然后他不喝站那 就看他吃 然后后来就跟他混熟了 他就教我 哈哈哈哈 他有那种吃了一半 然后我说哎那你来帮我吃 我就 哈哈哈哈 我以前小学老师 就去那种马术课你知道吧 然后上马术课做完班 然后去到那种农场 然后有一堆马屎螺成一个山 然后我老师就拿了一把 就追着我跑说 多闻闻马粪 闻马粪会长高个 然后我就哭一边跑来 他就追着我 然后幼儿园 然后小时候就是那种睡觉 但我脖子又长 然后系着安全带你知道吧 然后一勒我就是这种 然后就是脖子卡在安全带上 就一动不动 然后我就睡着了 然后我睡着以后 我就那个头就搭到人家的肩上 然后搬车到了我们的从北 从长江区到昌亭要一个小时 他一个小时没动画 然后结果醒过来 我说我说 对不起 哈哈哈 因为小时候我挺精的 你知道吧 我就跟为了跟同学出去玩 我就不想让他抓着我在哪 我先我先去一个地方 然后等到我再掏出来 自己都有那点钱 然后再打个车 然后再到朋友们 我爸抓不着我 鸡贼 有时候有一段时间 想让我去音乐学学 学钢琴 但是后来跟他对着干 我就说我想要打篮球 但是打篮球 偏偏又是跟钢琴最不合的 就因为老用到手 对 老逼着我学 逼着我学 这小时候我在楼上弹钢琴 在弹一半的时候 就他下去了 看他下去了以后 我就不弹了 因为把门关了听不见 那把门关了你会做什么呢 就是玩手机 然后吃辣条 吃东西 对啊